Hello 各位亲 我是飘在日本的娜娜 今天我开完房子又来吃一顿好吃的 看我身后这些蝴蝶兰 是来了一家新开的店 这是一家新开的中餐馆 你看布置的是不是很像上海复古风呀 很小资的感觉有没有 还有你看这些有送的蝴蝶兰 都是恭贺新店开业大吉的 你知道吗 在日本的话 一些新开的店都是送花圈 如果是送花的话 真的是挺不错的 心情大好呀 送花和花篮应该是中国的开店 亲和的传统吧 和送花圈一样的日本的习俗 完全不一样呀 这里的菜也是非常地道的中国菜 和日本的那种中华料理 或者是改良后的中餐 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哟 这也是这家店的特色 一般日本的餐厅面积都特别小 这家餐厅面积还是挺大的 你看外面也有一些可以坐着抽烟喝酒吃饭的地方 然后这些布置也是很用心思 包间呀大糖呀 布置的相当高端大气上档次呀 还有这些墙上挂的这些画那都是真人做的画艺术品 这些画是可以卖的哦 明码标价 同时也提升了餐厅的艺术气息 来这家餐厅吃饭也觉得好像又是回到了中国正经的餐厅吃饭似的 特别有亲切感和熟悉感 来看看这些地道的中餐 还有一些现代秤义菜 其实吧 日本的中餐厅有好多就是老的中餐厅 一个是改良了符合日本当地人的口味 比如说像麻婆豆腐 又不麻又不辣 还反而有点甜 就是希望能迎合当地人的市场 还有一些中餐厅的布置呢 就是特别古老的传统的中国式的 比如说挂着灯笼呀 或者提的字呀 贴个符呀 就是让外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中餐馆的样子 其实呢 国内很多餐厅已经都布置的很艺术 做的菜也很艺术 而且特别好吃 但是这样的店呢 以前是不是没有 现在越来越多了 像在上野这边就有很地道 什么上海菜呀 川菜呀 火锅呀 盐鞭菜之类的 就是不经过改良的 国内怎么做 在日本也怎么做 这样的餐厅越来越多了 其实这个跟国家实力也是有关系的呀 以前嘛 可能在日本生活比较辛苦 开个餐厅 要迎合当地的口味 吸引当地的客人 但实际上来日本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 漂亮的老板娘 是上海人 她说 我就是要做地道的中国菜 让日本人也喜欢吃中国菜 也喜欢在中餐厅喝酒 吃饭 而且这些在日本做餐饮业的老板们 大厨们 其实也非常有信心和实力 说用现在的中国菜的口味 来吸引当地的客人 就不用担心说中餐没有人吃 而是说让日本人也尝尝 现在地道的中餐什么味儿吧 这家店的装修呀 还有布置呀 都是老板娘和她女儿齐心协力完成的 是不是感觉特别牛逼 我觉得老板娘人真是又果敢又能干呀 经营这么一家餐厅真是了不起 今天我和同事陪客户看房子嘛 看完房子以后呢 就来这家餐厅吃的饭 老板娘知道我们是从中国来的 就对我们非常热情 而且推荐了很多菜 都很符合我们的胃口 超级无敌好吃哦 像这里的什么烧鸭凤爪 味道都特别正宗 刚好我有个同事是上海人 他就觉得和上海的味道是一样的 有很多菜品我们还追加了 点了两份呢充满了怀念的味道 不仅如此哦 老板娘还和我们成为了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你看现在店已经都快打烊了 没有客人了 唯独有我们一桌 大家还在继续开心的聊着天 把酒言欢人生几何呀 我也趁这个机会出来 好好参观一下这间漂亮的店铺 据说这家店的logo是老板娘的女儿 亲自设计绘画的哟 还是学生呢 你看画的多漂亮 这个小姑娘上面顶的 这个是一个金鸡蛋 那个鸡蛋黄很漂亮吧 也像琥珀的样子 这家店名也就出来了 这家店里墙上挂的这些画 是明码标价的艺术品哦 可不是普普通通的装饰 所以在吃饭的时候 还可以好好的欣赏艺术品 喜欢的话还可以买回家 武艺之中又在吃喝之中 平添了几份情趣呀 而且特别神奇的是 像这样一家中餐厅里面还包含了一个卡拉OK包尖啊 中国人也喜欢唱卡拉OK呀 那吃饭的时候 团建的时候 吃吃饭唱唱歌喝喝酒 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 这家店的装修风格 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而且跟老板娘聊天聊得比较投机嘛 大家都有点流连忘返的感觉了 每一个在海外打拼的中国人都挺不容易的 以前嘛都是有寄人篱下 看人眼色生活 就连做餐厅也要做改良以后 符合人家口味的东西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至少我们现在不用看别人脸色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业呀 每当想到这些的话 真的是一种民族自豪感 油然而生呀 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只有出来了以后 才会有这样的美妙的感觉哟 好啦 今天就到不这么多吧 祝大家晚安咯 喜欢的话记得点关注转发 还有点赞哦 就这样啦 拜拜 外面下雨啦 老板娘送走我们这最后一波客人以后 终于可以关店休息了 看东京上野附近寂静的街道 祝大家晚安咯